哈里和梅根再度出击,这次目标是哥伦比亚,即上次在尼日利亚冒充王室代表之后,这对夫妇又要折腾了。 据英国《禁报》8月1日报道,他们接受了哥伦比亚副总统弗朗西亚马尔克斯的邀请,将出席一个重要会议,真不知道他们打算这次又怎么代表王室登场,还记得几个月前。 凯特王妃因病卧床,哈里和梅根却趁机高调访问尼日利亚,试图以恩爱夫妻的形象抢占威廉和凯特的风头,这一举动不仅遭到查尔斯国王的强烈反对,更在外交层面引发了一场风波。 然而,这对夫妇显然对国王的意见毫不在意,不久后,他们宣布还会去另一个地区,现在这个神秘的目的地终于揭晓了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南美洲北部的一个国家,临近巴西,对哈里和梅根来说,这次邀请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样的国家发出的邀请,不管动机如何,他们都可以大肆宣传自己是以王室身份出席的,估计查尔斯的头又要开始疼了。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次旅行将由一名记者和他们亲自挑选的官方摄影师、摄像师进行全程报道,为了宣传他们的慈善事业,他们将受到重重安保护卫。 据透露,他们已经接受了美国电视节目CBS Sunday Morning的净座采访,似乎是在为这次哥伦比亚之行造势。 哈里和梅根真是够胆大,难道他们就不怕彻底激怒查尔斯和威廉,被剥夺封号吗?或许他们巴不得如此,少了王室的束缚,他们可以更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明星梦? 这次行动不仅是对王室的又一次挑战,更是对自己明星身份的再次肯定。话说回来,哈里和梅根的这次出访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他们声称是为了宣传慈善事业,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们真正的意图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提升个人品牌。 哥伦比亚的邀请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哈里和梅根的高调出行,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惯常操作,每一次出场都伴随着媒体的广泛报道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这对夫妇显然深谙如何利用媒体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们的一举一动不仅是对王室传统的挑战,更是在向世界展示他们的新角色不再只是王室成员,而是独立的公众人物未来会如何发展,谁也无法预料,或许哈里和梅根会继续他们的高调生活,或许他们会因为某些原因低调下来,反过来看。 这对夫妇的行为仿佛在告诉民众一个现实,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要如何利用媒体,如何通过高调的行为吸引眼球,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重要技能。 哈里和梅根无疑是这一技能的高手,他们的每一次出场都是一次精心策划的表演。 与此同时,皇室专家安吉拉莱文再一次嘲笑了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的育儿恐惧,这对皇室逃兵在CBS周日早晨的采访中透露了他们作为父母的焦虑, 但在专家眼中,这简直就是荒谬至极的笑话。 面对这样一对自我感知良好的夫妇,莱文的评论犹如一记重拳,直击他们那脆弱的名人父母形象,梅根在采访中谈到,作为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她的首要任务就是保护孩子不受在线空间发生的事情影响。 这话听起来真是充满母爱的伟大宣言,但实际上不过是她展示自己善良的另一种方式罢了。 莱文迅速指出,这对夫妇的担忧简直荒诞无稽,毕竟,大多数有两个年幼孩子的父母最关心的是如何应对孩子的哭闹和尿床,而不是对互联网的危险分析。 哈里则更进一步,将父母比作第一响应者,要时刻警惕孩子可能的自杀迹象,这番话简直让人瞠目结舌,莱文毫不留情地在推特上质疑她,这太奇怪了。 在她看来,这种无稽之谈简直就是对育儿问题的极端夸大,难道这对夫妇真的认为,一个学龄前儿童会有自杀倾向,这不仅是对父母智慧的侮辱,更是对实际育儿的无知展示,这对夫妇的言论更像是利用他们的名人身份炫耀,而不是提供实际的育儿建议。 她一如既往地认为,哈里和梅根是脱离实际的讲师,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自我感动和虚伪的正义感,从离开皇室到定居加利福尼亚,哈里和梅根似乎更关注他们的社会责任,而不是实际的育儿。 莱文和其他批评者认为,这对夫妇更关心他们的公众形象,而不是如何与普通父母产生共鸣,他们的言论更多是展示他们高尚的情操,而不是实际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幸福。 无论未来如何发展,哈里和梅根的言论犹如一场滑稽戏,他们的育儿恐惧在莱文眼中不过是一场自我陶醉的表演,这对夫妇的言词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夸大和自以为是的善良,完全脱离了普通父母的日常现实。 无论是莱文的嘲讽还是支持者的辩护,这场关于名人育儿的争论最终不过是揭示了一个简单的真相,不论名气多大,父母终究只是普通人,而不是超人,最后,这对夫妇的每一步都会被放大解释,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会引发新的争议和讨论。 而对于观众来说,这场关于育儿的闹剧只会让民众更加清楚地看清现实与幻想之间的鸿沟,哈里和梅根或许在他们心中是伟大的倡导者, 但在现实中,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挣扎于育儿的琐碎之中,哈里王子这个被胎斑的角色,在公众眼中曾是充满魅力,而梅根,一个混血,离婚的美国人,他们的这段婚姻最终成了引发一系列王室动荡的导火索, 一开始确实风光无限,查尔斯也高兴地迎接这个新儿媳,甚至试图让他像凯特·米德尔顿一样融入这个家族, 哈里和查尔斯的关系一直很亲近,特别是在戴安娜王妃去世后,查尔斯成为哈里的重要支柱。 但这些看似美好的时光,最终被现实撕得粉碎,2020年,哈里和梅根突然宣布退出王室职责,搬到北美,理由是无法忍受媒体的骚扰,想要更多的隐私和经济独立,这一决定震惊了全世界,同时也将王室推向了危机的边缘。 查尔斯的心情可以说是五味杂陈,虽然表面上他依然保持着高贵的风范,但内心深处,他感到一种深深的背叛,尤其是他曾全力以赴地让梅根感到受欢迎,结果换来的却是他们搬到好莱坞的决定。 这无疑是一次痛苦的拒绝,哈里和威廉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哈里总觉得自己被忽视,嫉妒威廉未来成为国王的命运,而查尔斯和哈里的关系却一直密切, 特别是在哈里动荡的青春期,查尔斯是他唯一的安慰和稳定的来源,然而,哈里最终选择了梅根和美国,而不是自己的家庭,这对查尔斯来说是一个他未曾预料到的打击,令人讽刺的是哈里和梅根的离开,反而让查尔斯和威廉走得更近了。 查尔斯不仅在教导威廉如何继承他的遗产,还在培养他成为英国和英联邦的一个进步但稳定的支柱。 在这段考验温莎家族任性的时期,查尔斯不仅找到了一位继承人,还找到了一位可靠的知己和伙伴,尽管查尔斯仍在努力接受哈里王子的选择,并抱有有朝一日和解的希望,但在这些艰难的后果中,他与大儿子的关系已经越来越近,甚至比他想象得更近。 苏塞克斯分裂的动荡,反而促成了温莎王室内部新的积极的父子关系,并加强了家庭团结。 未来,查尔斯和威廉的关系可能会成为王室传奇最新一章中的重要转折,尽管失去了哈里,但查尔斯和威廉之间的新亲密关系,或许是这段风暴中的意外收获。 王室的未来,正因为这段新的父子关系,而显得更加稳固和充满希望,哈里和梅根的离开,看似是对王室的一次重大打击,但事实上,这也让查尔斯和威廉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合作和交流。 这段风波,或许是王室迎来新篇章的契机,未来,查尔斯和威廉将如何携手前行,值得民众拭目以待,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